Hello大家好,我是Yuma 我的YumaTV這個頻道呢 訂閱人數不知不覺超過20萬的人了 真的謝謝大家 上次在RyuTV的直播的時候 開放給大家看的這個 金融再生鈴鐺 這個也是YumaTV的 雖然我的頻道的更新速度很慢 不過大家還是一直支持我 真的謝謝 我開始YumaTV這個頻道的是去年的8月 所以要一年了 這一年呢我的中文也進步了很多 然後我的編輯影片的技術也進步了很多 都是有大家在 真的要感謝大家 我以後要更努力 好,那今天是久違的美妝影片 因為之前有幾個人留言跟我講想看CAMMAKE的影片 所以我這次買了CAMMAKE的這些東西 我這次買了兩種顏色 1號的TELACOTTA BLOWN 跟2號的SAKURA MOVE的顏色 然後它的形狀是這樣的 你看雖然它是眼影 不過它的包裝是這樣的 是因為它是雙狀的眼影 那我們先看這兩個顏色吧 首先1號的咖啡色的顏色是塗 是這樣的 它的亮粉很美喔 它很厲害 它一塗就乾了 你看不會暈了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粉紅色的眼影是 很可愛的顏色 它的粉紅色是比較深 所以我覺得很容易挑戰這個顏色 因為粉紅色是我覺得很難挑戰的顏色 我之前用過粉紅色的眼影 不過看起來眼睛很腫 不過這個粉紅色的話呢 我覺得看起來不會腫 所以我這次買了這個 要試試看 然後這個眼影呢 顏色越塗越深 所以這一個可以做出漸層效果 那這次我要試試看 這個顏色 它很容易推開的 所以我先用一點點呢 這麼一點點 然後 然後 先塗眼窩全體喔 然後 先塗眼窩全體喔 然後再塗 好 這樣子我的眼影就完成了 這麼簡單 它的粉紅是真的沒有那麼粉紅 也沒有看起來眼睛很腫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個厲害的地方呢 但是這個盒子也有寫 它不會烤粉 這邊 這個 雙眼皮的這邊是很容易烤粉的嘛 不過 這個眼影呢 完全不會烤粉的 好 然後我眼線液跟睫毛膏也弄好了 那接下來呢 我要試試看這個唇膏 顏色是1號 的顏色 是花的名字 中文是 叫 銀蓮花 這個是 Tint Type的唇膏 所以 顏色會持久的 它的顏色是 五 我喜歡的 這種顏色 是 紅色跟 橘色的 中間的感覺 這個 Stay On Balm Rouge的系列呢 其他還有 兩三種顏色 因為我的手的顏色很黑 所以 這樣也看不太清楚 對不起 這個唇膏呢 一開始塗的時候 是這麼透明的 不過它是 慢慢這樣有顏色的 好 那我實際 塗在嘴唇呢 它會轉柔軟的 很舒服 像護蟲膏一樣的 觸感 好 我塗好了 我非常喜歡這個 顏色 它是一個 是 580日幣 很便宜 超可愛的 這個 好 那最後我要用用看 這個彩虹 我好像買錯了 我這次買的是 Matte Flour Cheeks 3號的顏色 它是 霧面的 沒有 亮粉的 彩虹 不過我本來想要買的是 Glow Flour Cheeks 好像它是 有 亮粉的 有 光澤感的 好吧 那這次我使用這個吧 好 我這次買的顏色是 這種 橘色的 腮紅 我比較 我最近比較 喜歡 用 橘色的 腮紅 然後 它有這個 刷子 用這個刷子 這樣 攪拌 然後 塗 這個刷子也很舒服 好 拿這樣 這樣刷 塗在這邊 這個也很可愛 這個霧面 很可愛 大家看得出來嗎 這個顏色 這個腮紅 看起來很 雙軟的印象 很可愛 這個顏色 很自然 很可愛 很自然 我的Canmake化妝 完成了 我很滿意 它的妝能很自然 我這次使用的是 三種 產品 我都很喜歡 特別是 這個 腮紅 雖然是買錯了 不過 我 這個 腮紅的 顏色 也很喜歡 然後 這個霧面的 雙軟的 印象 也很喜歡 然後 這個刷子也 刷子的 大小也 剛剛好 很好用的 這個系列呢 其他還有很多 顏色 所以 我很想 試試看其他的 顏色 然後這個 眼影跟 唇膏的 顏色跟 妝感也 我很喜歡 而且 它們都很便宜 我要感謝 這個Canmake 好 那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裡囉 如果大家 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 查一下囉 那 謝謝大家 看到最後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